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一 剧情流程攻略第三集 那么这个 开始呢就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作业 所以说是好久没有更新了 那本来是想在这个战神三出来之前 把它这个做完 把一二都做完 但是明显这个时间是来不及了 那我们做多少算多少 等到战神三出来呢 我们就专心做这个战神三 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支持 上回好久了吧 上回是这个 我记得是把这个门打开以后 用那个弓弩车杀了几个牛 那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这个宝箱开一下 右边是红魂 左边是绿魂 这边是摔不死的 虽然这个Kratos会说一声 啊 然后这边 这边这个 非常宽阔的这个走廊呢 就是通向雅典市中心 好 走到这个圆盘上面呢 这边就出来一个立体成像 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 这个人是 这个人说 不要害怕 我是雅典的先知 我是过来帮你打败埃瑞斯的 你来东面找我的神庙 然后我会告诉你怎么样才能杀掉一个神 好 这个 这个下面这个圆盘以后 我们还会从下面上来 好 这边 这个上面写的是 通往雅典的道路 又切换场景了 这个 出现上面这样的字的话 一般来说就算是一个章节 不过章节之间 这个长度是相差很多的 有时候一张非常长 像我们现在这一张通向雅典的路 就非常非常短 所以说我把后面一张也一起录掉 这次的视频 大概也是半个小时不到一点 这边可以看到 战神埃瑞斯 正在压电肆虐 然后下面很多这个兵 像蚂蚁一样 然后走上去会有剧情 Kratos呢 这边镜头拉圆 好 埃瑞斯在这个踩蚂蚁 Kratos说战神 我还没有忘记你那天晚上做的事情 这个城市将会是你的坟墓 好 那么左右有两条路 右边这条呢 是这个找到先知以后 去失落沙漠走的 那么这边先走左边 去找那个先知 然后走到这里 这个路会被落下来的建筑物挡住 让我们走这个门 这个门进去以后呢 自动会关门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 踩住这个后面这个开关才能开门 当然不是我们踩了 我们踩的话我们就过不去 我们要让这个 石化功能 用石化的这个技能呢 把这个牛给定住 定在那个机关上 然后跑过去开门 我们先杀牛 攒点经验 这儿的牛是无限刷的 这个锤子发的冲击波 有时候是 按错了 换成这个美毒刷 好像没有定在那个开关上 那我们就把它杀掉了 反正是无限刷的 这个地方要多攒一点红魂 等到了这个雅典广场的时候 会有三只这个巨型的怪物 我们要抓紧时间 把这个刀伸到三子 这样打起来会相对轻松一点 那牛呢就是这样杀 挑空以后用头子 非常轻松 抓不到 这个地方比较矮 所以说挑空挑不高 这个地方不当心杀掉了 那杀掉就杀掉吧 补点绿魂也好 用头子杀掉是绿魂 但是我们尽量用这个普通攻击杀掉 这样掉出来是红魂 三次头子他就挂了 这个非常顺利 就是这样杀 那么看来他们已经不掉那个红魂了 那么就可以找他们来压机关了 过来 然后右边 右前方那个蓝魂的宝箱是 你打开以后他又会刷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蓝魂也是无限的 然后这个牛也是无限处 这个地方利用右摇梗翻滚加这个阿姨冲撞 可以走快点 好 这边跑过来堆平民 我们先不要管他们 到二楼这个地方去开宝箱 这个街道呢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房子 然后里面有不少房子都是有宝箱的 主要是红魂 还有这个石化之眼 还有凤凰羽毛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每个房子都要进去搜一下 好 这边有东西 红魂 好 这弓箭手 优先解决 这个地方二楼是可以跳上去的 还有一个宝箱 哎 好 依然是红魂 这里貌似没东西 那我们继续前进 又有这个平民了 平民的杀掉就是补血 都是掉绿魂的 这种木栅栏的话 基本上一个方加一个三角就可以打坏 好 这里有这个美杜莎 美杜莎要当心 她放石化光线呢 我们就赶紧回避一下 对面还有远处 还有弓箭手 骚扰 非常讨厌 一代的这个美杜莎光线是不能反弹的 二代的话 美杜莎光线如果说是自知防御 还是还可以反弹 非常不错 好 我们美杜莎呢 因为现在是上次用过Bug了 所以说是蓝魂无限 那我们就不用用这个 这个头子把它杀掉了 直接干掉了 也是斩红魂 然后这边房子上去呢 又是一个箱子 这边是石化之眼 楼上这个弓箭手 我靠 哎 宝斯打不到 只能上去 我把它杀掉 那么这个门里面也是有宝箱 好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房子错过了 好 这个虽然错过了 但是没有东西 这边呢 好像也没有东西 这边开过了 这边有两个这个桶 直接打掉就行 这里也没有东西 这里帽子也没有 好 箱子打坏了 好 刚好这个杀掉不少拼命 这一下甩出去 所以说HP也回满了 这边又是红魂 好 这边有牛刷出来了 满是老套路 不过这个远处有那个非常不爽的弓箭手干扰 好 我决定先把这个弓箭手干掉先 抓不到 还有美毒沙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这个地方 当心 有时候美毒沙光线会把这个敌人的牛给误伤 也就是把它石化掉 那就非常方便了 为我们省了不少力 这边终于是收集到六颗这个石化之炎 然后HP上线增加了一段 好像HP和这个NP两条槽都可以上升三次 现在HP已经涨了三次了 一次了已经 还差两次 到这个左上角那把刀的右端就升级到顶了 我们美毒沙也用这个投机干掉 看一下有没有漏掉的房子 好 这边进去 开宝箱的是一个这个凤凰羽毛 我们凤凰羽毛还差两根 这些瓶瓶罐罐的也不能放过 OK 又是红魂 然后这边 诶 空箭手 好像把它撞到那个石头里面去了 诶 打不到 把石头打坏 这边好像没东西 那么这边石头也是需要打坏 先看一下右边的房子 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 这边是最后一个这个红魂右边 诶 好像房子都去过了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路障给它打坏 这个地方先跳下去 还有一些这个瓶瓶罐罐的 好像没有了 然后走中间这个地方 往前跳一下 然后有这个绳索可以拉 诶 这个怎么怎么按来着 长期不完都有一点忘了 荡绳索是怎么荡的 好像摇前面 摇前后它只会这个上下爬嘛 再来一次 是暗圆 暗圆呢就可以荡起来 然后荡到前面那根绳子上 我们先往上爬一爬 大家看到左边有一个红魂宝箱 我们先去把它打开 打开完了以后 这次这个红魂宝箱的魂还是比较多的 打开完了以后就直接跳过来 这边角落里看看有什么东西没有 好 我们快到这个广场了 这边有个小水池 然后大台阶 大家看上面写出来的字 显示出来的字是雅典 这个城镇广场 然后大台阶左右都有宝箱 大家也是不要漏掉 这边也有 这种木头门要比较结实一点 所以说要方方三角才能打坏 这边没有东西 然后再往上走一层 左边我记得是可以跳过去的 对 就这儿 然后这个门里面 没有东西 宝箱在外面 一共是这个台阶 一共是三个宝箱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刀是可以升级的 经过我们这个 地毯是搜刮过来 宝箱是够用了 那么升到三级以后呢 这个刀就比较容易出那招 就这个三角三角三角 那招攻击力非常大的 那三角起始的招是这个出出手比较慢 他一开始要顿一下 所以说我们就在前面加一个方块 也就是方块三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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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就容易出这招挨罪这个 这下攻击力是比较高的 刚才那下没打到 好 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 平民在哪跑来跑去 所以说HP的回复不用担心 这不是不觉当中HP就被回满了 再过去拉他一下 三下就死了 好 哎 让我抓一下 这个该死的平民 挡住我的路了 那就直接干掉吧 这个用QTE杀掉和这个直接干掉 差的不是非常多 这条距离还是挺远的 敌人是不会因为我们的出招 而打断他们的攻击的 所以说他当心回避 你看 虽然我们打到他了 但是他那招还是出来了 前面几下挥空 然后让最后那一下去打这个人 对这种巨人用这个 拉头的那个QTE 站太近 感觉好像反而出不来 哎 这边 非常卡 非常卡 战神一的这个 大家看这个走近了反而抓不到 战神一这个画面处理能力有限 这个人多的时候就比较卡了 前面几下挥空 最后一架打到他 好 上去拉一下 哎呀 真悲剧 好 死了 那三个这个巨人干掉以后 这边的封印就解除 然后所有的平民都往下逃走了 那我们现在HP也是满的 所以说就不杀他们了 然后左边有两个宝箱 都是红魂 开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箱子罐子之类的东西 这下其实我刚才不想会的 哎 这边呢有一排宝箱 这个地方我用八个还是上不去 那以后再来 这个地方以后再来 会拿到这三个宝箱的 从上面的这个毒木桥走过去 刚才有一个女的逃走了 我们现在要去找这个女的 因为她身上有把钥匙 好 这个有裂缝的壁画 都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会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刚才那个石化之眼 还有这里的双色宝箱 好 走到这边 这个女人看到我们又逃了 这个女的说别过来 离我远点 好 这边呢是这个 有一个绿魂宝箱 是个内庭院 好 这个门是可以打坏的 走进去呢 是这样一个房间 然后有裂缝的这个壁画 依然可以打开 这个地方打开呢 好像是这个红魂宝箱吧 还对 然后这个 这边罐子全部砸掉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双色宝箱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满血满蓝 不用去开它 这个用了八个就是有一点好 所有的双色宝箱呢 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绿魂宝箱 这个地方跳失误了 不要紧 下去有梯子可以爬上来的 顺便还可以把下面的木桶给搜刮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双色宝箱 蓝魂我们就不用回了对吧 这个蓝魂是满的 永远是会自动回的 这是用了八个以后比较省力 这边呢先不要跳到前面的平台上 先往左边跳扒住这个边缘 扒住边缘呢到这个地方 然后反身二段跳上到这个地方呢 有这样一个红魂宝箱 不是红魂 石化之眼 那有这样一个石化之眼的这个宝箱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容易漏的 我也是看到攻略才找到这个地方 一般就直接静止往前走就走掉了 把这个花盆打一下 OK这个女的 这里有一段剧情了 这个女说哎呀 亏爷你长得太帅了 肌肉这么发达 你再过来我要自杀了 亏爷说 哎我们交往一下怎么样啊 这个女的立马就逃走了 哎这个女的说 哎走开不要过来 然后就自杀了 这个长得太帅也是 也是不太好的对不对 这个女的摔下去的姿势有点奇怪 好这边呢 右边这个地方 当我们暂时先不要去 我们要楼下去拿着他身上的钥匙再来过来 然后左边跳下去是凤凰羽毛 这个存档点我们暂时无视 好我们到他身上把这个身上的这个钥匙给剪了 好再一路上去 好这边刷出来这个新兵种 盾牌兵 其实就是原来的那种杂兵 穿了一个乌龟壳 用这个方方三角的重攻击 最后那一下就可以把他的盾牌给打碎 当然用这招也是可以的 这些空中无限投机是非常爽的 虽然是非常二的杂兵 但是打的时候还是要当心一点 我自己还会刷出来一批的 好爽出来了 那我们打个提前 好都杀掉 然后再从这边走 会有两条美都杀 这个狭小的空间 打起来会比较危险 先闪 好 这去把他们引下来 好像不太愿意过来的样子 出来你们 好 这个地方我冲动一下 本来应该用这个 普通攻击把他杀掉了 不当心用那个投机 那我们就这个 按错一下 好 死了 好 这边有一个漏网之鱼 用普通攻击呢 是打不坏他的盾牌的 这边他给我们提示了 要方方三角 把他盾牌打快 用普通攻击就会被他这个盾牌顶一下 好 这里这个两弓箭手干掉 回来补一下这个绿魂炮箱 现在绿魂只有一半了 哈的难度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个时候刚才右边那个青唐如果走进去的话 也是会刷那个盾牌兵的 不过我就省点时间不去了 撞你们一下 好 又回到这边 这次往右边走 我们现在有钥匙了 用钥匙先打开这边的锁 好 又是这个连点R的开关 不过这个不是非常难 一般那种连点R推门的那种开关会比较难 好 我们跳下去 这一次的节目呢 也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这里存个挡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我们战神第四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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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